乔子 哎呀 这么快就到了 哥哥 说话就到了 您这是被打劫了吗 缺货都断货 你看一下 作为我们大东北办事处 那两年前我来的货都是满满的 现在是怎么在价穷的呀 这都一根一根的这都 断货 这是怎么的 是被 又生产不过来 我瞧瞧 哎呀 就三件 这不是有吗 是厂里边的 特意厂里边零售的 给自己家留的鱼粮 是吧 要不你得保证零售 保证咱们这个钓友有东西用 在今年咱东北 那个钓链用情况怎么样 比往前多几倍 也能钓得到 那就比如说像咱们家这种缺货这种情况 你会不会怪邓老师 天天就是24小时的生产 但是得按订单排的发货 今天订货两个月以后才能发出来 你不给他去治个店吗 我帮你给他打个电话 什么情况 这都是自己家人 真是的 能不能往前插个队 我不敢打 不敢打 不敢打 回这私聊 你看 那以前我们就六七年前 乃至十年前 你钓过的那些地方 现在还能去钓吗 有些地方已经没有了 好像有一个地方最近 就钓链用特别好 现在钓都上那个位置 上那个小水库去钓链用去 再别说了 十米八米一的我用不上 这五米这断号断的太严重了 这怎么都断档呢 这五米四八米一和十米的 推而求其四 没有负 拿一五米四就行 再拿一个人 能顺就顺一样 六米三也行 六米三也行 我觉得拿两个 这是千川里二代 二代和四代的区别在哪呢 二代它的杆子掉性更软一些 但是更加护线一些 对护线轻 千川里四就是碰到一些大鱼的话 它的硬度更强一些 是吧 对对对 我们就大小粘过 然后再带上点耳料 邓钢服的来用 就是放点菱形放几方 这可怜的 你再走吧 我已经蹭的差不多了 行了 钓鱼人就是不能耽搁 耽搁了时间 对不起那条鱼 好 走 再拿两包 再拿两包 钓鱼人最重要的就是 说钓就去钓 我和乔哥出发 经过三小时200公里的路程 到达目的地 今天我和乔哥来到的是吉里山城镇 对 大泉沿水库 对对 我们俩来晚了 一到这你看看 都是人 所以我现在有点心情了点 而且还今天是大逆风 你看看我们两个一看就两个世界的人 我这家穿两件给我动的动的不行 他这小短袖在这相当惬意 既然来晚了 这位置就比较难找了 是吧 就跟吊主说一下 在中间挤一下吧 反正都是逆风 大家伙都一样的一个条件 对吧 条件都一样的比较艰苦 对对 看一下今天是实力吧 我们俩今天路上说了 过来钓一下连勇 感受一下这大逆风 随到今天顶风了 人生就是这样 不能老一帆风顺 但是我们叫逆风翻盘吧 走 选位置 那我们就把位置选在这儿 行 然后我们开始准备开尔 行行行 走 大泉沿水库作为东北钓友都很喜欢的钓点 要想在这个水库钓上连勇 对我们来说 开尔是刻不容缓 来瞧一瞧看一下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天原邓钢浮钓连勇 不善良不善良 既然今天我们两个来得晚 就必须要拿出杀手锏武器 这样才能够奔鸟先飞 碗杠先钓 是不是 天原邓钢浮钓连勇 这个我发现好多人也用的也是这个 但是开发肯定是我们自己个儿的开发 还是好 就靠你了 然后咱们的量大的 随便用 主要就是量大 不限量啊 嘴都瞧一瞧 大概可以到我这来码 今天我就跟这儿设个摊 我觉得我都能赚点钱 咱们就直接来一包 连打握耳带钓 天原邓钢浮钓连勇啊 对复钩性好 这样的话你就不是有很多新手 说这连勇耳特别难抛 1比0.7左右吧 但是用它就很好刨 对 醒一会儿就可以了 哎呀 这状态感觉 喧呼鼓的又透透了是吧 正合适 就这个了 那我们就是钓之外 对 一款耳料的状态 水笔的效果 一定得在我们的实战中 才能得到验证 我今天用的5米4的杆子 我看好多人都用了6米3 7米2 但是我前面刚刚跳起来一条鱼 我觉得而且风是这样的 对我来说是逆风 所以呢我觉得鱼靠岸的可能性大一些 我就用了 我就用了一个5米4的 我想试一下 因为我看其他的大哥用了长杆 到现在一个小时里没怎么种鱼啊 所以我想用短杆试一下 我觉得钓连鱼有一点是很 很那个很考验基本功的 因为你真的要每一杆都抛到一个窝点上 嘿嘿嘿嘿 要不然你抛比如说20杆 你抛200杆也没用 抛准 抛准做一个点 然后这个上耳还是个技巧 把钓上来正中间 别让它偏了 别偏了画一画就掉了 对 这水深有3米 3米到4米之间 你看岸边是这种石头吧 它一直到斜下去都是这种石头 所以如果吊底的话 还容易挂底 我吊的是大概1米5的样子 看看有没有动作 有动作的话 它是什么样的吃口 然后再进行调整 刚才那个是鱼口 鱼口了 对 鱼口的我也换短杆的了 一个洞口 那就是了 那就快了 让我先钓一条给你看看 好吧 行行 这也没当20杆 这10杆都没当的 高手啊 哥哥 但是那个口太快了 我现在就准备搂它20杆的手 哎呀 顶回来了 我现在大概1分钟2杆的样子 3杆吧 1分钟3杆 等个10秒钟就要踢杆 只要这里有鱼 就一定能把它用过来 工夫相当了的 这是前辈对我的夸奖吗 真的 我都说这我也要换5米4了 乔哥也换个2 换5米4 我这还没动静啊 我这还没动静啊 没有动静我也换5米4 这鱼口没有用 它抛出去还顶回来了都 这鱼口没有用 5米4的就好操作了 就能打的频率快点了 那咱们俩现在在同一起跑线了 对 一般就是没有口的情况下 就把它吓掉 有口打不着就把它上吊 来口了吗 真烂了 同志们 来口了 闹小鱼 闹小鱼啊 但是好像是小鱼 串丁的麦顺啊 在那蹲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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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急于用一尾鱼来证明我自己 在那砍一砍就鱼就聚过来了 莲嬰喜欢酸臭味的食物 在高温的时候 它们活跃度才会很高 但今天大风带降温 究竟我们能不能钓到目标的莲嬰呢 莲嬰啊是中上层的这种鱼种 所以呢很多人都说浮掉莲嬰 浮掉莲嬰 你看我们的这个耳料袋子上面 都会写是浮掉莲嬰 是为啥嘞 因为莲嬰喜欢在中上层去吸食这个耳料 它咬沟不是来咬 它是来吸土 熊鱼就是雍鱼 莲嬰就是白莲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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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顶顶顶顶往上顶 这是我在东北的第一鲑鱼 我很紧张 作为全场第一鲑鱼 大哥还行吗 对 让你通报学习 因为我这个线也特别的细 我用的是3加2的 你看这缝线声 你看这真的是毛到的 屁股来的 这张鱼慢慢溜 这张鱼 这差不多了 你看是毛到的 但是我知道我这肯定是来鱼了 链子 链子 这链子也不小 有5斤 很厉害 是 真可以 这是我刚到东北来的第一位白链 必须记录一下 这位鱼看着应该有5斤左右吧 但听说这里面的 大的有十几斤的 所以今天我们也来挑战一下 看看能不能够成功 做不做得到是一回事啊 必须气势上面必须要猛 好吧 我先把牛吹在这儿了 你看看 来到一个新的吊点做吊 不断勤奋的抛干调整水层 总能看到兴兴念念的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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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